请你到你的卧室来往对面看 来 欢迎钻石夫人 特别从南非远道归来 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谢谢宋总 来 干杯 干杯子 不 应该叫你Holy夫人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天英姐 你知道吗 这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南非的生活实在太适合我了 所以我现在都幸福到云端上了 梅泽 看到你这么高兴 我就放心了 宋总 我第一感谢的人就是您了 第二才是我的父母 如果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那么我这一次投胎 要比第一次好上几百倍了 所以明天给学生们讲讲你的心得 比赛的生活的 让他们长长见识 没问题 到时候啊 等他们都入了豪门 肯定你一辈子念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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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这个是我们的名片 如果再有三角钢琴来的话 请您一定先通知我们一下好吗 你们这样找东西啊 是海底捞针 太能了 没关系 只要这个钢琴还在上海 我们是一定能找得着 在上海 那可不一定 现在很多老外装买这种旧货 回国的时候就运回去 反正也不是文物 可以带着的 谢谢您 非常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哦 我先上去了 你回去早点睡 钢琴的事 别着急 咱们可以慢慢找 我可能是有点心急了 我希望你搬到我们家去住 我们妈妈一定会非常喜欢她 这 或者在我们妈妈家旁边 租一套房子也可以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经常会去照顾她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太快了点 我 很希望再考虑一下 那晚安 这 我们 谢谢 别忘了明天要谈练的 梅子 这可是我们师范福亚公司的第一次彩排 可以说是处女秀 你看看 除了我们自己公司的员工以外 没有一个客人 可见你在我们公司的位置可不一般哦 宋总 那您可就见外了 我还拿什么顾问费啊 我怎么也是咱们公司的顾问呢 再说也是挂了名的 您可不能把我当客人 对对 我怎么给忘了 对啊老板 排练我已经看过了 不过还是等您看完以后 我们再交换意见吧 哎 迈克 千千 你们俩情绪怎么那么紧张 放松 能不紧张吗 今天对我们来说 这有点像考试了 准备下准备下准备下好了吗 好了吗 登公司好了吗 好的 OK OK好 录音呢 OK没问题了 好那么准备了啊 现在开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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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到什么 反正的发生 我这种悲惧 as gans了 as gans了 不过你 不过你 关闭了 不过你 不过你 不是 不过 你 如果你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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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路上 你 不过 在 华 我不过 不过 大 不过 普 都 我 只 我必须有在心中 我必须有新冠 我不能力 未必中再留了 asem 我 只能力 我 我 给一个 多終 难 compensation 哪 compliment 既然能力 在 filosof 电话 不 好 好 好了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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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啊 去吧 我去吃飯了 鞋頭好吃的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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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颁 她应该否 漫無 00他 2 guard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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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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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上次怎么没喊到这关系 你既然是非你 你不离道 你不离道 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一次服装的展示 感谢你们 谢谢 宋总 高小姐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光临 这台时装秀也是我们精心准备了好长时间的 现在呢也到了该检验我们的时候了 宋总 在您面前呢有三个按钮 左边的第一个按钮是红色的 如果您按下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今天的演出非常的不成功 您很不满意 台上呢就会出现一片的红光 中间的黄色按钮呢 那说明很马马虎虎 我们的演出很一般 如果您按下的话 我们就知道会很体面的走下台来 最右边的绿色按钮呢 如果您按下的话 那意味着您非常的满意 我们今天的演出特别的成功 好了 现在您可以开始选择了 请 啊 这场演出对我来说 太坏了 因为它太漂亮了 我的心脏 差点受不了了 不过这场演出又太好了 因为我看了这场演出 我觉得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这场演出对我来说 这场演出对我来说 太坏了 左边的叫徐静 右边的叫杜沛瑶 怎么着 干啥了 没有 别问问 你们觉得他们俩挺有意思吗 有什么意思啊 你看 他们一个又漂亮又笨 一个又聪明又坏 我觉得呀 那个笨的 有点像我 聪明的 像你飞飞 因为我说干女子 大腕 咱别提死人好不好 小事啊 撞到鬼 阿姨姐 阿姨姐 别可不可以吓唬我 他们跟你们俩都不像 你们俩比他们坏多了 来 它想像成是你秦敌的眼睛 那样你就没法打不准 成就没有这么高兴了 谢谢你们 其实应该谢谢宋总 这是买车的支票 还给你的 还我 为什么 因为我开车一直太太废了 如果这样的话开公司的车太不好了 并且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展示吗 然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还给您 我不收 不收 你自己想玩处理了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 他的房子 那块的加金 我得突如说回来 好 好了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得回去睡觉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会 对不对 你能吃点吃鸡 我帮我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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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 полов 我也不知道 快一点 真的 我也不知道 剩下 咱把房子还给宋东明 完了之后找出新的行吗 然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你接住他的房子就到时候了 你会从来没告诉过我 可你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会想到 我搬家出来找房子 这样的实际问题 你首先想到的是和Michael打架 柴米油盐的事你不关心 或者你还没学会关心 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住他的房子 为什么 我又没跟他住在一起 这是我的劳动所得 你的所得是一辆车 我也从来都不认为 你应该把车还给他呀 但是倩倩我告诉你 人不应该拿那些超出你劳动 所得的东西 如果他对你没有幻想 他会给你一所房子吗 幻想 幻想又怎么了 他并没有实现些什么呀 再说了 我工作已经够拼命的了 算对得起他 退一万步说 要是他对我没有幻想 我的学校也不会有今天 还有 我就不相信了 巴黎那些雇女的人里面 就没有一两个同性恋 对你有幻想 你这么说是太 就太过分了 倩倩 来号 他们对你有幻想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你并没有失去些什么 而且我们大家把事业做成了 对不对 你这么说非常现实 但是 我很难接受 我希望你顾及一下我的感受 我就是因为顾及了你的感受 所以才马上从麦可那儿搬出来 我也没喝宋多明怎么样啊 所以 也请你能够尊重我 我需要时间 才可以真正的走进你的生活 谢谢 谢谢 算我今天好像普遍的 很高兴,她对你们的表现,好像非常美。 是吗? 怎么了,倩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我前面快到了。 谢谢你送了。 再见。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你说,你疯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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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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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小姐 听小姐 打你手机没人接 你拿错电脑了 是吗 你没有用过电脑吧 没有啊我在洗澡呢 那好那好那我先走了啊 好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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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美丽的女人不清楚自己的价值 不懂得美丽的杀伤力 那么就好像一个细词的花瓶用来泡酸菜一样 毫无价值 我作为公司的顾问 而且跟你们的宋总又非常有交情 所以才这样无私的把自己的经验全部贡献出来 像这样的真实语言 可不是你们随便能够听得到的 下面我用一则我的广告实力加以说明 这条内衣广告是我在获得大奖赛之前拍的 你们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我只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小模特 而且更封到香港 别说是这么大的牌子了 就连是小品牌的内衣也不一定会找我 可是那么多的美女之中 我怎么就成为她们偏偏选中的广告模特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参加了一个party 在那里有许多的社会名流 其中也有一些商业名流 我在那里看到了这家品牌的副总经理 他是专门广告的 我当时非常想成为她们的模特 于是我就想去接近她 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个低领的晚礼服 但是并不是很显露身材 我想回去换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 我端着水果盘 走到她身边的时候 故意不小心把水果掉在地上 于是我一边道歉 一边弯下腰去捡地上的水果 这时她就自然从我的衣领里 看到我完美的身材 后来我为了引起她的注意 我又跟她谈话的同时 不小心把白葡萄酒撒在自己身上 这样她就淋漓尽致地看到了我完美的身材 于是顺理成章的 我变成了她们广告的代理模特 我讲这个例子 只是想告诉大家 机会是个有准备的人的 如果机会来了 你没有能力去抓住她 机会也不是你的 我告诉你 高梅子她是一派的狐狸 你怎么能弄认清她说这样低风的事 高梅子是不太高雅的一个人 可她毕竟也是个成功的模特 让学生们听听 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和选择 也没什么外出 有时候我想 光给他们讲一些比较单一的理想化的东西 也是不行的 高梅子的所谓经验 也或多或少的提供了一些 我们所缺乏的角度不是吗 我不懂得高梅子有什么经验可谈 但我只知道她在污染学生 而我们要对行商负责任呢 我是为他们负责 为他们的成功负责 要是不都给他们听一些别的成功人士的心得 他们以后怎么进步呢 再说 我也不让他们完全照办 你焦什么急啊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人除了要会保护自己 也得学会变通一下才可以 变通 什么叫变通 类似于 你的房子就是变通的结果是吗 我认为这帮孩子应该老老实实 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模特 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交际化 然后 你竟然说我是交际花 我就要教学生的一些交际的手腕 交不交是我的自由 学不学是他们的自由 你是个管设计的 这种事也用着你操心 神经 自营运的 我认为这种事就行 我认为这种事情就行 就是 我认为那种事也不理想 她们 真的 你能不能 一边 我不认为 我认为 对不起谁啊 当年不是我劝假 你们会有今天吗 冰冰今天我们聚会 有一半就是为你劝假来的 给我劝假 我这一辈子还没跟人吵过架呢 那不管 来来来 要快要快要快 我来替他 干杯干杯干杯 来来来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们已经互不相干 不要再干扰我的生活了 同学们都说了 这些年 你很不容易 我知道你还在恨我 可是 我已经早就没有恨了 你就像打在我家窗户上的冰雹 是存在过 但是 已经蒸发得干干净净了 冰冰 我一直都在想着你 从我偷渡到香港那天起 我就一直在挣扎 拼命的挣钱 我不是为了别的 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补偿你 我是要让你知道 我是一个争气的男人 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 现在 你需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我会无微不至地关心你 照顾你 把以前 我所欠你的 都不回来 对了 我听说 你有一个儿子 你放心 我会对他好的 我会像 他的亲生父亲一样 去疼爱他 你别提我孩子 你提到他 就是对他的误处 他现在已经 有了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谁也不能替代他 妹妹 我们都老了 就像这夕阳 就要落了 你为什么 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呢 就让我们化解过去的恩恩怨怨 共同走完 以后的人生吧 妹妹 请你相信我 我是真信的 我已经不会相信你了 自从你离开上海的那天起 我就发誓 再也不相信你的每一句话了 因为我是世界上 最了解你的人 然后每个星天的下午 都来接他妈妈 你怎么知道 真差呀 他妈妈在这个商场的 音乐专柜 做钢琴讲解 嗯 老杜啊 你不但会说谎 而且还会退市 我骗你的 我哪有这个时间啊 是我以前手下的一个女孩 在这个商场做化妆品促销 所以她倒送 老杜 我又发现了一个优点 你还有不少朋友吗 那是了 哎 麦可 新天下午 你能帮我把余千年约到这个来吗 干什么 行不行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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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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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你找我什么事? 我,没有事,只是路过楼下,上来看看你而已 倩倩,你在煮咖啡吗? 对不起,迈克,我没有多余的杯子请你喝咖啡了 倩倩,其实有些事情,你看到的并不是真实 迈克,我现在不想找心理医生,你走吧 那我走了 倩倩,水开了,当心火 再见,迈克 你自己小心了 妈,您跟我说一说,你们这段时间秦行的事吧 今天有个小孩啊,他爸爸带他来学情 长得跟你小时候特别像 是吗? 他跟我说,他爸爸为了给他买生日礼物 天天都加班到一两点 我觉得怪可怜的,就不想收他们的钱了 可那父亲呢,说什么也不好意思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那个孩子啊,突然弹了一首我最喜欢的曲子 我从来没见过十岁孩子弹得这么好的 哈哈 哈哈 嗯? 说说你吧 好像有什么心事 说给妈妈听听 我那些事啊,挺烦心的 不说也罢了 说得高兴点了吧 那好吧 嗯,你新设计的成衣我还没看过呢 一会儿带我去看看吧 太好了,妈妈 太好了,我们吃完饭赶紧去 快吃吧 嗯 哎呀,妈 那就喜欢吃的 你好像时间都没说过这样的要求了 今天高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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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